我們現在來看店鋪 在Expo對面有個小學 這裏叫做Expo 是1998年鱈起的一個地區 現在變成一個非常繁忙的住宅區 旁邊有一個壽司店 有前後 我對於這個區都幾熟悉 我也有不少朋友住在這裏 非常空 有兩邊的出入口 住宅區和經濟商業區 對,Expo有很多公司和辦公室在這裏 那對面呢 有些辦公室在這裏 這裏是中間的部分 這裏整個樓梯是 我們稱為 Tagos River Mirrors 在英文中 在英文中 這裏叫Tagos River 這裏的店鋪 大部分都在租 整條街都是給本地人用的店鋪 例如健身室 發營店 美容院 這裏是用途的 補習社 樓上的人 是葡萄牙的所謂的中上市市市區 或者中上市市市區 隔壁是壽司店 可以做壽司 或者做餐廳用途 那我們現在呢 就要問一問 那再前些呢 是賣漢堡包的 有銀行 銀行在旁邊的 那這個區呢 我們在這裏 幾繁忙的 對面呢 是一個很大型的小學 那這個是呢 給小朋友做派對的地方 我們在開新店鋪 那呢 不乏人呢 去開店的這裏 來收租的 因為呢 它始終是在住宅區 有人住的地方 那 那 還有呢 Expo呢 是來斯本 最受歡迎 是給葡萄牙 來中上住宅區住的地方 最受歡迎的 你看到這間呢 是一間補習社 那裏面很多小朋友在這裏 讀書的 那裏也是一個 幼兒園 再前面一間呢 又是一間 壽司店 這個店呢 最近呢 剛剛才收過租 是1600歐元的 那 那個 那個是 以前是一個服裝店來的 最近呢 也有不少人來呢 看店 用來租 或者賣的 應該呢 都會很快賣出去 因為那個 Return 真的挺不錯 價錢呢 我店的價錢 370K 那 Size呢 應該可能裡面 又是排氣系統 用來做餐廳 因為旁邊都是餐廳 那我們會查一查的 那Size呢 103平方米 有廁所 是很開揚的 有兩邊的 出入口 可以給你 給任何那些客人 走進來 那 他那個租金 剛才說了 1600 那個樓宇的年份 是2002年的 這個店呢 Business 我覺得很受吸引 因為價錢 又不是很貴 以一個店來講 他之前收租1600 1600歐元 他現在都常租了 是1650歐元 如果他不賣的話 他會租1650歐元 這裡有一個 儲物室 可以擺東西 還有一個廁所 在這裡 一個小一點的廁所 那現在做餐廳 那個租客 要自己 裝修 可能要加多個廁所 大概5厘 回報率 那 前面遠處是個河境 來的 現在走一走 帶你走這條街 那 這一個呢 是可謂的 即是住宅的樓宇 那是有店 這間是賣Burger的餐廳 這間是銀行 那 前面有髮型屋 那 前面呢 就是 Expo的大街 我們現在是 Expo的南區 那 那 那 對面呢 對面呢 有個好出名的 咖啡室 叫做 Pateria Portuguesa 在那裏 那 超市呢 就在那裏 有個小超市 有兩個小超市 那 那 這裏呢 是 正宗大王的區域 來的 你看 整條街都是店 來的 下 走 有駕駛店 那這裏 就是 剛才我們店頭 的地方 有Boutique 賣衣服的地方 那 都是High End的 買名牌的 的 那裏 那裏 這麼大個的 儲物室 哇 那可以放很多貨 如果我是做 那 如果 我想呢 我 如果做寵物店呢 賣些狗餅呢 都 都蠻好生意 其實 因為呢 想想這裏 這麼多人養狗 應該有些地方 可以放很多貨 那裏 哇 好大的 車位 這裏 很大 你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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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你可 可以 這裏 可以 這裏 可以 如果租這個車位 150-200歐元 一個車位 如果你想分開租的話 車位 開了 裏面的樣子 非常之空堂 這裏 可以放兩輛車 我們現在呢 走前面 去車位的出口 就讓你們看一下 樓宇的周圍 這裏呢 是有 康間的 這裏呢 是有 康間的 這裏呢 這裏呢 就是個 賀景 回家 車位就走出來 一排呢 都是非常之 出名的 這裏所謂的高上鱈鱈區 這裏呢 就是我們店頭 出來的 尾尾呢 就是一間 葡萄牙的餐廳 就出来了这个小学了 这个餐厅很多人在吃东西 很多学生在报警署 看书 你看全部都有店铺 有些家私店楼下 就是我们这里是 两层的店铺 楼下有卖报纸 卖书 书 文具 又有另外一间 汉堡包的店铺 洗烫衣服 所以差不多大 所有店铺都是充满的 没有一间刺的 出来的